宜兰警分局是在3号上午10点多接获报案 宜兰市环市东路二段有一名47年次妇人遭人刺伤 警方立即通知救护车将伤患送给救治 宜兰警分局侦察队队长陈伯川说 伤者与刘姓的犯贤之前为同居男女朋友关系 与刘姓犯贤有这个债务的纠纷 那被害人也在105年9月份因恐吓以及伤害 对这个刘姓犯贤提告 刘姓于今天90许是灵性的被害人家中理论 并希望说被害人能撤销告诉 那双方一言不合引起口角 刘姓犯贤会持不明的利器 刺伤被害人后骑乘被害人机车逃逸 一人分局远警目前已经缤纷多路 前往刘姓男子户籍地查访 其交往对象即可能去向全力查气侦办中 另外被害人目前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身体较为虚弱 宜兰警分局加防官也已经联系社工介入 并且协助申请保护令适宜 警广记者林慧珍在宜兰的报道 您可以在请保护令